江峰年焦头烂额,兰启仁只给了江氏半个时辰,可他查到的消息分明显示这一切都与江城有关,他正不知怎么办才好时,就看见门口浩浩商商地涌来了一堆人,比上次多了不知多少,不光兰氏的人,甚至还有涅氏,金氏以及其他家族,江峰年猛了,更别提刚出来的江城和江艳离了。 与紫渊自上次在兰氏受挫,一并不起,如今也被侍女扶了出来,看着这个阵仗,整个人都开始发抖,兰启仁,江宗主,不知江宗主查得如何。老夫来要结果了,江峰年,兰先生,这是,你怎么找了这么多人?这事我们不能私下解决吗?这不过是云梦与姑苏的私事,何必惊动这么多人呢? 聂怀桑,江宗主此言诧异,云梦的谣言早就传了出去,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兰氏的声誉和畏凶的轻誉,甚至还辱吉以示之人,这可不单单是两家的事了。 更何况,这些家主都是自愿来云梦做个见证的,以免将来有人颠倒黑白,接着,几乎没给江峰年辩解的机会,聂怀桑接着说道,怀桑知道,江室效率一向比较低,因此, 怀桑昨晚随兰先生来到云梦之后,连夜就查了,不如我来说说。 说完,聂怀桑根本没多说,只是将江城给说书先生底座银钱的东西,当众展示了出来,是江室少宗主特有的酒瓣莲文的玉佩。 这东西连江燕离都没有,而江峰年那块,明晃晃地挂在身上。 聂怀桑,看来江室最近是真的不景气啊,连收买说书先生的钱都没有了,江公子连自己的身份凭证都抵出去了。 咋咋咋,江公子,你这是觉得这是在云梦,纵使最后被问责,你也能提前拿回来,死无对证是吗? 刚刚江峰年查书书先生时,江城没找到自己的玉佩就很是慌张,而如今看着捏在聂怀桑手里的玉佩,脸色惨白,跌坐在了地上,魏英没有多说。 我直接站了出来,江宗主,请你给魏某一个说法。江峰年嘴唇如动了几下,什么也没说出来,倒是江城,魏无羡,本来就是。 你母亲就是勾引了我父亲,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年,我父亲一直不喜欢我母亲,也不喜欢我。 魏长泽不过是顶了锅罢了。 哈哈哈哈,魏无羡,你就是个野种。 魏英怒及返校,他记得前一世与紫渊就一直这样说他。 江宗主,您是当事人,不知您做何解释啊? 魏英一双眸子因为怒气和失忆,已经犯了红,无羡,阿诚他是胡说八道,你别在意。 哈哈哈哈,魏英笑得讽刺,江峰年,在云身时你就这样说,如今,你就不能换个说法。 说完,盯着所有人,江是说我魏无羡来历不明,那现在我倒是想问问。 我魏无羡不过比江城大了一岁,而于紫渊却是在我父母结到三年后才加入云梦。 怎么?我魏无羡能在我阿娘肚子里待上七八年。 众家家主纷纷应贺,你们说,我魏英没有真本事,那江婉赢,我给你的机会,跟我打一场。 你赢了,我魏无羡随你处置。令涅槐桑惊讶的是江城居然真的应战了,结果,根本没有任何悬念,魏英赢得轻而易举。 然而,魏英怎么也没想到,江城居然还在继续污蔑自己的母亲,甚至于紫渊也开始了。 正在众家气愤至极之时,一个让他们所有都没想到的人来了。 魏英看着落败还依然在污蔑自己母亲的江城,第一次起了杀意,一双眸子红得可怕,周身伶俐也随着魏英的怒意而释放,属于原英的威压越来越强。 蓝湛看着魏英心疼得无以复加,他上前,轻轻抱住了魏英,缓和着魏英的情绪。 江城不能死在魏英手里,不然温若寒一定会借此问罪,百家也会踩上一脚。 就在魏英几乎要杀人时,传来了一个声音,什么时候,抱山散人的徒弟也是你能想污蔑变污蔑的人了。 这个声音很轻,甚至没有吼叫,可就是让人听出了一股威压。 百家自动闪开了一条路,只见众人身后,站着一个手拿浮沉,身着白衣的男子,这身打扮。 难道是?来人向所有人行了一礼,在下乃是抱山散人最小的弟子,小星辰。 多谢各位能护着我小失职。 来人彬彬有礼,于子渊却失了空,她正开搀扶她的婢女,走到小星辰旁边。 你说你是抱山散人的徒弟,我们就要信吗?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假扮的? 小星辰淡然一笑,拿出师尊给她的信物,是一柄宝剑,剑身古朴,却又不是厚重感。 蓝启人一愣,请问,这可是抱山散人的配件,冰宁。 小星辰看向蓝启人,这位先生好眼力,请问您是? 蓝启人回道,老夫乃是姑苏蓝氏先生蓝启人,蓝氏, 曾经出过一位女家主,蓝义,与令师尊乃是至交好友。 小星辰了然,是星辰失礼,请蓝先生海涵。 冰冰剑和蓝启人的话一出,百家再无异议,都定定地看着小星辰。 小星辰看着愣神的江丰年,开口道,江宗主,令郎的话,江宗主不打算给我们一个交代吗? 江丰年徒劳地张了张嘴,却不知道说些什么。 小星辰见词,直接开口道,虽然师尊曾经说过,下山的弟子便不再是他的弟子。 但是藏色师姐乃是师尊最得意的弟子,云梦的谣言师尊也有所耳闻。 所以,师尊将冰冰作为信物交于我,并且让我带来了能证明当年之事的证据。 随着小星辰的讲述,当年之事逐渐揭开,原来,当年藏色下山之后,与魏长泽惺惺相惜,两人一见钟情,奈何魏长泽还受制于江市? 于是,魏长泽便带着自己的心上人来到江市,拜见江丰年。 藏色容貌乃是一顶一的好,平日里又爱行侠仗义,妥妥的女侠。 江丰年对藏色一见倾心,奈何藏色眼里只有魏长泽。 江丰年表白被拒绝之后,便提出要求,若魏长泽想要退出江市,便要驻江市进入五大世家。 在此之前,魏长泽和夫人可以居住在江家。 江丰年为了向藏色表示自己的心意,便向梅山于世递交了退婚的帖子。 而藏色眼见江丰年行事作风,心中不安,无奈之下,用抱山散人留给他的留音符向师尊求助,并请师尊作证。 之后,藏色帮着魏长泽将江家推入五大世家之列。 随后,魏长泽也再一次表明自己要退出江市,江丰年本来不愿失去魏长泽这个助力,奈何魏长泽去意已决。 而藏色为了让江丰年死心,当着江丰年的面跟魏长泽拜了天地,入了洞房。 随后,二人宣布退出江市,云游天下。 而江丰年无奈之下,答应了梅山于世的婚事,与于子渊成婚。 藏色与魏长泽成婚当日,特地写了婚书,通过抱山散人的特制符咒交由师尊保管。 婚后二人一直恩爱,直至那次夜列离世。 小星辰拿出了那纸已经泛黄的婚书,展示给了百家,而兰启仁也认出了,那上面的字迹正是藏色的字迹。 魏英看着那纸婚书,江头埋在了蓝战怀里,哭出了声,他父母的清白终于被证明。 心头的重负卸下,魏英痛快地哭了出来。 而小星辰还是不愿意放过江丰年,他继续问道,江宗主,当年,无限的爹爹在江市到底是个什么职位? 你们一口一个家仆,不知,无限爹爹,可有牵过身起。 江丰年脸色灰白,默默摇头,常则他,只是江市的客卿,江丰年此话一出,百家唏嘘。 江丰年为了一己私利,居然拦着魏长泽不让人家一个客卿退出江市,真的是,情势反转。 江家变成了过街老鼠,小星辰默默一笑,看向魏英,无限,师尊说,来日有空, 让你带着蓝二公子去一趟,他有事,交代你们。 魏英擦干眼泪,多谢小师叔,无限记住了。 小星辰点点头,看着江家的人,这些,你自己处理吧,小师叔还有回山向师尊赋名,就不多留了,保重。 魏英,蓝湛以及蓝西辰郑重地向小星辰行了一礼,目送小星辰离开。 魏英看着地上愤恨地盯着他的江城,江公子,魏某自认未曾得罪过江公子,江公子为何咄咄逼人? 魏英不解,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解,而江城恨恨地说道,凭什么? 你凭什么事事都压我一头?明明都是世家公子,你未无限,无父无母,不过被蓝氏收养,你却事事优秀,修为比我高,业劣比我强,就连听学,你也要压我一头,凭什么? 凭什么你一个无父无母的野孩子,什么都比我强? 江城华刚出口,就被蓝湛打了一个耳光,魏英他不是野孩子,他是蓝氏的宝贝。 蓝湛的目光冷如刀锋,死死地盯着江城。 阿县,江艳离像个泪人一样扑了过来,伸手抓着魏英的衣袖。 阿县,阿诚他就是被一时的嫉恨迷了心智,姐姐求求你,你放过他这一次好不好? 魏英看着柔弱的江艳离,十分厌烦,直接一甩手将江艳离甩了出去。 江姑娘,她刚刚污蔑我父母时,你在哪? 她口口声声说,魏某来历不明时你在哪? 怎么,现在证据确凿了,你们就想打同琴牌让我放过他? 魏某看起来像是真的宽宏大量之人吗?